持續來帶您關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遭到羈押 民眾黨質疑司法不公 號召小草們舉行全國開獎 而今天首站在立法院前的近南路上登場 而晚間主辦單位喊出人數破萬人 現場的小草們是穿上白衣綁上綠色絲帶走上街頭 而台上除了立委黃國昌館長陳之翰開獎之外 最後登台的陳佩琪還一度講到哽咽 團結喊出口號小草們集結 要來聲援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即使中場一度下起雨來 還是交不惜支持者的熱情 大家散撐起來繼續挺 柯文哲遭羈押讓民眾黨動起來 號召了北中南的小草們進行全國性開獎 訴諸司法要公平 8號傍晚首場宣講就選在立法院前近南路上 支持者們陸續抵達越晚人越多 主辦方就喊出現場已經破萬人 民眾黨是一個很新興的政黨 他們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在這邊最後希望我們可以團結一起 相信柯文哲 相信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的努力 我們一定會讓台灣變得更好 而現場還找來兩名神秘嘉賓分別是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辰 以及媽媽嘴咖啡廳老闆呂炳紅也都到場來聲援 至於最後登場的則是柯文哲妻子陳佩琪和妹妹柯美蘭 先生結婚33年多了 我第一次沒有辦法能夠知道他晚上過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陳佩琪一度講到哽咽 柯美蘭趕緊給他擁抱 柯文哲身陷金華城蔽案 在看守所的第四天 支持者們用行動力挺 盼他能盡快回來 藉由王子穎幫忙汪家台北報導 阿倫